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制裁WTO的一個最新裁定 中國違規 什麼東西違規呢 對美國報復性的關稅違規 8月16號最新的 中國對價值數十億美元的 美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這個WTO的裁定 叫做違反國際規定 來我給大家一些大的背景值 你才會瞭解這個新聞 因為2018年3月的時候 川普政府當時用國安的理由 對大陸的 我們看到這個進口鋼鐵跟鋁 加徵關稅 加徵的幅度很高 25%跟10% 其實這個東西 中國大陸一狀告上WHO 然後被判 有沒有也是說是違規 美國也是違規 但美國違規不管 美國一意孤行 你判我違規我照樣做 所以大陸呢 所以大陸也有反制 大陸當時我們看到 大陸那時候也反制 但是大陸的反制 但是現在WTO的這個裁定也下來 也是違規 都是違規 所以大陸商務部有所回應 這是中方依法採取反制 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所以要求你說我違規 那麼美方的違規 是不是也應該要取消 在此同時之前七月三號大陸對加者的實施出口管制 八月一號上路 那現在效果浮現 嚇不得了 加標了百分之五十 有沒有 加的交易的這個價格 現在是每公斤來到了四百美元 謝大使 這個在WTO WTO它的這個有關的這個貿易 這個糾紛的這個機制 解決的原則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說你可以報復 可是你要經過授權才能報復 也就是說沒有錯 對方對你採取不公正的貿易措施 對你造成損失 那你要尋求WTO的精端解決機制 精端解決機制 他說沒有錯 美國是錯的 然後呢我授權你可以做什麼 做報復 你就說你今天你最後你損失是二十億美金的話 那WTO就說 除他如果 他必須要回復他的這個 對你那個不公正的措施 如果他不回復的話 你就有權 給他做相對二十億美元的報復 所以中方沒有得到授權是嗎 因為現在這個只是一個裁定 現在對沒有辦法終審 因為現在的上訴 上訴法庭 基本上被美國癱瘓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沒有最後的 這等於是形同虛設沒什麼用 好當然對於這個中國人民的直覺來講 就是怎樣 就是你美國可以對我加徵關稅 對不對 但是我大陸不可以 所以認為說是不公平 當然WTO WTO它的一定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還是要請教一下這個介大使 所以這個WTO當初裁決美國是違規 但是違規有用嗎 美國還是一樣照做啊 對所以事實上本來這個國際法就是弱法 你沒有辦法去執行 無法執行 無法執行 你不能把今天把那個戴琪抓起來 抓關到哪個監獄裡面沒有辦法 那你只能說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公正的裁決 我代表正義的一方 所以他裁決下來我可以不執行 你可以不執行 你不執行的時候 這他執行就是說他只能說怎麼說呢 就是說你改正你的不當措施 你這個做法是錯的 你就必須收回 對你現在課徵這種這種關稅是錯的 沒有沒有正義性錯的 你要改正 那你造成的損失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相對的一種怎麼樣 相對的一種報復 如果對方不執行的話 那他就說你造成多少損失 30億美元 現在中國可以WTO告訴你 你可以合法的 我授權你去給美國 讓他產生30億美元的損失的報復 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中國大陸本身一定要等這個裁決 完全定案以後 他就可以暫照WTO的裁決去做反報復 可是你還沒有拿到中國WTO的這個 最後的裁決之前 你先做的報復 他也會說你這個報復是沒有授權的報復 那他說 他說中國違規 那中國也可以一意孤行嗎 可以啊 也是可以嗎 非常多這種案子 所以國際法是沒辦法的 國際法基本上不會像我們國內法 某某人犯法 然後呢 有刑期 到時候發監要去報道 結果他沒來報道 結果就通計了 警察就到家抓人了 就把他關起來了 這是主權國家 他有的他 他有他有這個 可是問題國際法上面 聯合國也沒法院 聯合國也沒監獄 聯合國也沒軍隊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些在國際法上說 我們不能用國家的概念去套到國際法上 所以美國現在 事實上 美國所有對中國的大陸的 所有的貿易制裁 百分之百 是践踏WTO的基本規則的 可是沒辦法 因為美國就是不遵守WTO 所以大家聽謝大使講就理解 否則很多人直覺的來看 就覺得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會這麼不公平 原來是這樣 國際法是個弱法 他就是無法執行 對現在美國事實上 美國的債性被這個匯域平等降級 對其實是對美國的債 這個國債是不信任的 可是美國現在因為升息 他國債的利率是蠻高的 其實那個Warren Buffett他就說 我覺得這個美國國債還是很好啊 還是值得投資啊 後來人家一查 他都是投資那種買那種短期的美債 三個月的 現在臺灣的李專也都在推美債啊 現在聽說日本也全部都在買美債啊 因為他利息很高啊 現在因為美國把這個 這個prime rate已經提那麼高 他美債當然是一個賺錢的 那問題就是你要對美國這個國家 跟他的美金的信任度是有多少 因為他這個東西 美國作為一個這個主要貨幣 他如果他的美金都是在二十七到六 三十一比如說對中 對我們臺幣二十七到三十一 然後呢慢慢往上升的話 那當然你買他的是穩定啊 那個如果說現在的話 如果中十年期債券或者五年期債券 哇他給你四趴 到哪去找那麼好的投資理財工具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跟他的這個情況 隨時在變的啦 所以日本他沒有錯 六月他增持了八十八億 他五月他賣了更多啊 所以他們都在看這個情況 在找最好的時機做最好的投資 那中國大陸我覺得是應該是政策性的 那麼對美元的一種長期不信任 而且中國大陸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美國的曾經國內有學者公然說 我們把中國大陸那個八千多億的國債 我們通通給他吞了 對 就像跟阿富汗的一樣 他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中國大陸對我們貿易不公平 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的智慧財產局他有他不公平 所以呢這都是正好補償 美國可以幹得出來 而且美國對俄羅斯已經幹了這件事情了 所以中國大陸 這些操盤的人他用他的專業在買啊賣 那中國大陸你可以看出來 他是過去一年他基本上是要減持 這個美債到一個水準 這個是一個政策性的 我覺得這跟雙邊的政 就是說這個跟所謂的 地緣政治的關係是有關係的 不是純財經的這種投資理財的觀念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那基本上美 我覺得這個拜葉倫幾次去中國大陸 就想要摸清楚中國大陸 你是不是有一個底線 還是你最後要把美債都賣光 他自己要發行一兆嘛對不對 本來是超過兆的 對啊我說現在這個地球上看一看 只有這幾個國家可以買 那中國都不買怎麼辦賣得掉嗎 中國買黃金啊 中國就不相信美金啊 因為美國人哪一天台海真充足起來 美國幹得出來的 八千億美金全部凍結 你的你的鈔票白花八千億是多少錢啊 對不對 這個是天文數字啊 那從中國大陸以現在評估中國 中美關係的話 停估國際幾次 停估海海情勢的話 它可能一個政策性就是說 減持美債 然後呢降到什麼 零 也有可能啦 這是我是這樣猜 不過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現在還拿那麼多美債 美國人到時候通通一口把你吞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作詞和諫盡 請作詞和諾 請請握個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